我家留上去,我三年五十八了,一直来就这八二年来的,一直来就没离这个地方,一直就在书做草。 我九九九九,我八三年初天来的,一直也是在书做草。 镜头前正做着自我介绍,前略嫌拘谨的夫妻,都是呼和号特市和林格尔县八二爷沙坝的原制杀队员。 近日在家中,这对夫妻向记者讲述了他们的制杀故事。 白二爷沙坝横卧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鸿乡境内,属库布奇沙漠向东南延伸部分,面积达12万亩。 曾经,它是和林格尔县境内分杀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。 1982年,当地政府抓住国家实施三北防护林工程的机遇,组建了120人的专业制杀队。 作为制杀队的成员,刘双全与邢俊秀自此便开始了与沙漠的漫长斗争。 刘双全说,以前分杀肆虐时,在家里即便是白天都觉得昏天黑地,分杀击打的门窗琵琶作响。 在家中都尚且如此,要去沙坡上挖坑灾树的艰难与辛苦程度可想而知。 男人一天要挖百八十个坑,女人要挖六七十个,活干得太辛苦, 手上先是疼得钻不住铁锹,时间久了就结出一层厚厚的茧,身都身不值。 秦俊秀回忆,除了干活干得多,当时生活条件也相当艰苦。 早上五点半出门,晚上八点才能回来,也没有周六日可言,一个月最少要干28天。 这样一群人就干这么一件事,十几年来,他们植树种草18万亩,当地的植被覆盖率也提高到75%以上。 环境变好了,地里的苗能长出来,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,人们生活也安稳下来。 当年制杀队的120名男女青年,也有40对在制杀中收获了爱情,刘双全与邢俊秀就是其中的一对。 如今,夫妻二人在当地建起了一个奶站,养了两头奶牛,养育的一双儿女也都学成毕业,在当地找了工作。 谈及孩子,他们很感慨,孩子们没吃过分纱的苦,他们长大时,这个地方已经变得更好了。 我们一直在说,对这个树也有感情,对地埔有感情,对树也有感情。 把这个地埔来落花好了,已经终点各方面的生活来源,也比较一天一天富裕。 但是从我这个校方,我这还没退休了,我做比一下退休之后,一直不小心这个地方,因为对这个地埔有感情了。 加特别了。 加特别有危险。 �만 同样。 加特别有位,加特别有内部,加特别有惊威,加特别有礼势。 加特别有感情的比较公路,加特别有点善吻,做并线。 加特别有光和尝通的并发员的带。 加特别有所没有加特别有编线的交流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